end 部分的话就是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很好解决 两个条件怎么办 就很简单就加一个end就可以 那加在哪个地方 如果说我们今天 假如说我不是用按按钮方式 我们是用什么 这个先放旁边一点 那当然用那个内建函数的话 特别注意要怎么做 插入函数里面不是先有一个什么 逻辑函数 找到if按确定 第一个是这个问题是 他说 销售量 大于20 这个销售量 大于20 而且 销售额 销售额指的是销售金额 大于8万 就两个条件 那因为格子里面就一个 怎么办呢 你要两个 两个条件 所以呢 你必须在什么呢 在if里面 再多增加一个 而且end的函数 就是函数里面 再加函数 那以往啊 你不就自己打上去 或者是说如果你第二次再加函数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 第一次用前面插完 第二次以后的话 记得喔 从这边点一下 其他函数 然后找到逻辑 按end 这边按确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第二次加函数的话 他会自动帮我加在这里面 并且喔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两个 那你把条件 放在这里面 比如说第1个条件是 销售额 大于 20 而且 第2个条件 销 销售量 销售额 大于8万 两个条件嘛 那输入完毕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喔 如果你按确定 它会产生错误 为什么 因为if的函数还没完成 所以 有几个方法 你按确定之后 它会产生错误 公式有误 为什么呢 因为还没完成 没关系 按确定 游标请你再 放回到if的地方 再按什么 插入函数 这个时候呢 他会帮我把 刚刚的end函数 放进来 这样的方法会比较 简单一些些啦 因为如果你要自己key 也可以啦 自己key的话 就是end 刮弧 第1个条件 逗点 第2个条件 也OK 但是如果说呢 你觉得这样很麻烦 你就是用前面这个 记得喔 用前面的 前面的这个小箭头 第2次第3次以后的 函数 都是从前面加 OK 那如果这条 这两个条件呢 为tru的话 那表示他什么 比如说他是标准不标 或者是什么优更列 等等 都可以 比如说这边的话 我就是标准 反之的话 就是不标准 OK 他合乎标准呢 反之的话呢 就是不标准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等于是 end的逻辑 这个是end的逻辑 不标准 好 双重逻辑 双重的两个 当然这个 end还可以好几个 他最多可以 255个 不会一般的没有用那么多了 顶多两三个就很多按确定 OK那往下填满 那就会有 这个 这个跟这个不标准 因为他有 他没有大于20 也没有大于 8万 所以不标准 这个有 这两个都有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第1个方法 那第2个一样 我们的这个延伸体 一样是什么 VBA 那这边的话呢 再给他一个自定函数 按下按钮 可以这边出来 这个 往下填满 好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画面先欢迎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